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上海迪士尼真的好大呀 有各种的游乐设施 还有主题乐园 当然了 我们今天不可能是纯纯的公费旅游 是吧 重点是用我手中这台华为PR70 Ultra来测试一下它的风驰闪拍有多厉害 走吧 所以我打算从最温和的小飞向开始 到旋转蜂蜜罐 再到最刺激的急速光轮 从简单到极限 看看华为PR70 Ultra能不能应对这层层挑战 来 现在我们来到了小飞向这个项目 其实对于我这个极度恐高的人来说呢 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害怕 有点挑战 而且它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一会儿呢 我们就用这台华为PR70 Ultra让我的闺蜜给我抓拍几招 走吧 看得出来小飞向这个项目对于华为PR70 Ultra还是太小儿科了 不管是站在地面拍旋转的人物 还是一起坐小飞向想拍对方 都能拍出人物和背景都清晰的照片 切换到长焦也能轻松胜任 拍出美美的瞬间 而且放大看 面部表情也很清晰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情侣必打卡的旋转蜂蜜罐 我看好多情侣都在打卡 一会儿我就跟我的小姐妹一起 用我这个华为PR70来拍一些男友视角的照片 走吧 要不都说旋转蜂蜜罐是迪士尼最容易出片的地方呢 面对面拍照可以轻松拍出浪漫的男友视角照片 唯一的缺点就是排队半小时拍照一分钟 而这个项目主要在于背景容易糊掉 当然对于PR70 Ultra也是毫无压力的 拍出来的人和背景都很清晰 连棚顶的细节都拍得清清楚楚 现在我们来到了终极挑战 创极速光轮 这也太快了吧 这个我是真不敢呀 我有心脏病 我有高水压 开个玩笑啊 但是这个一帆从小到大 确实不太敢玩这种刺激性的项目 所以一会儿呢我去抓一个路人 用我们这个华为PR70 Ultra的长焦闪拍 来拍一下它的表现 走吧 哈喽小姐姐们 你可以就是配合我们拍一下 这个华为新出的 华为PR70 Ultra长焦闪拍的功能 然后我们给你拍两张照片在这个上面 可以吗 然后我们给你们买优素通 可以啊 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抓拍一下 拍到了拍到了 就算是时速将近百公里的急速光轮 用华为PR70 Ultra也能拍得清楚 人物的表情和动作都很清晰 我们随手找来的游客小姐姐 也很努力地在配合我们 另外我也随手抓拍了一些更大胆的游客 华为PR70 Ultra都能通过 XCMotion运动引擎来复原运动模糊 拍出清晰的油画照片 在高速和长焦的场景下 都完成了听起来不可能的抓拍任务 看来华为PR70 Ultra 今天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 也到了我自由活动的时间了 走吧 迪士尼的快乐是短暂的 拍下的照片才是永恒的 经过今天这三个挑战 基本上可以确定 华为PR70 Ultra 可以拍摄绝大多数的动态瞬间 不用专业的拍摄条件 只需要打开相机 对着想要拍的人 按快门就可以了 拍出的照片非常的清晰 普通人在游乐场也可以轻松出片 再也不用花钱去买那些拍照服务了 而这些功劳都要得益于 华为PR70 Ultra 这次强大的新一代超聚光影像系统 首先 最明显的就是 这颗一英寸传感器的加入 有着最大F1.6的物理光圈 能实现很大的进光量提升 不过 华为这次并没有单靠提升快门速度 来规避运动模糊的效果 而是结合了XCMotion运动引擎 也就是实时双曝光 在拍摄高速运动物体的时候 短曝光记录物体的细节 长曝光记录背景信息 再通过AI运动矢量算法 将长短两次曝光的画面 进行局部特征匹配 来复原运动模糊的部分 最终生成一张清晰的照片 在日常拍摄上 一英寸的大底优势很明显 拍近距离的物体时 背景虚化非常自然 拍摄人像的时候 不用人像模式的算法 也有着很自然的光学虚化效果 到了晚上 大底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能拍出非常有质感的夜景 当然在人像模式下 也能拍出有着 梦幻光斑的人像大片 而这颗3.5倍的 前望长焦等效95毫米焦段 既能拍长焦人像 在游乐园的时候 就可以很好地避开游客 拍出我们美美的人像账 还可以近距离拍美食微距 把游玩的所有时刻 都清晰地记录下来 经过这一天的迪士尼体验 可以看得出来 华为对手机影像的理解 并没有停留在硬件基础上 而是在1英寸大底上 带来了非常好用的闪拍功能 解决我们平时拍照片拍糊的问题 尤其是在本身就争分夺秒的运动瞬间 能快速地抓拍出来 对只用手机拍照的用户来说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而且为了这颗1英寸大底传感器 华为也首次带来了伸缩镜头的结构 来控制整个机身的厚度 相比其他1英寸的手机 的确薄了一些 而且这颗伸缩镜头也具备跌落保护 和IP68的防水性能 配合正面的玄武钢化克伦玻璃 不怕摔也不怕水 让你在游乐园可以尽情的游玩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在第一次看到华为Pure 70 Ultra 这个相机模组的时候 都会眉头一紧 这种不规则的造型 确实便是独拉满了 考拉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了 我手里这台是香素绿的配色 背面的素皮采用了刺绣压纹工艺 塑造出了这次标志性的 星芒纹设计 值得理解的是 自带的手机壳 也采用了素皮纹理的设计 而且戴上之后 三角形带来的视觉冲击 就舒缓很多了 你会喜欢Pure 70系列 这次的设计吗 我个人更喜欢 戴上手机壳之后的效果 Monogram风格 时尚感知就来了 华为Pure 70 Ultra的四边微曲设计 带来的手感也非常舒适 尤其是正面 既有曲面的圆润 同样具备直屏的视觉和操控底 华为把它称为新一代临镜屏 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 日常用起来非常细腻清晰 而且2500尼特峰值亮度 在户外也能看得很清楚 而且这次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就是在浏览照片的时候 即便你之前的照片 并没有拍摄HDR格式 华为Pure 70 Ultra 也能通过AI HDR显示 来实现HDR图片的高亮对比效果 让旧照片也有高动态的光影质感 除了拍照呢 这次在游乐场 另一个最大的感受 就是华为Pure 70 Ultra的 稳定的信号链接 而且在通信上 Pure 70 Ultra也首次加入了 卫星图片消息的发送 更准确地向外界发送求救信号 系统体验上 Harmony OS 4.2依旧是高效好用 通过质感支付 在游乐园可以更快地支付 让钱包瑟瑟发抖 在游乐园拍的照片 难免都有路人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AI消除 画个圈圈 去掉路人和杂物 拒绝游客照 经过这几天的体验 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华为Pure 70 Ultra 在影像 显示 通信等方面的提升 作为曾经P系列 它的影像基因更专注拍摄体验 而不仅仅是堆料 同样 华为Pure 70 Ultra 这次在1英寸大底的基础上 结合XDMotion运动引擎算法 实现更快速高效的抓拍效果 让每个人都能用手机随手拍出片 而华为Pure系列 这次的更名 与Mate Nova系列保持一致性 更能体现华为将继续坚持 对影像和设计的投入 我们也大胆预测一下 这次的伸缩镜头 会不会就是未来变焦镜层的开端呢 好了 如果最近你有去游玩的打算 那么一定要体验一下 华为Pure 70系列的闪拍功能 之后还可以把当地标志性景点的照片 通过卫星图片消息 发送给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 感受来自36000千米高空的浪漫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华为Pure 70系列的闪拍功能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我是一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